嘿嘿 聊四季 今天中工薪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擁有吃果子最快速度的文明 而且農田是免費升級的 所以法蘭克人的經濟在前中後期都算是不錯的狀態 到了中後期法蘭克人他的遊俠是192遊俠非常強悍 主要是打槍兵配遊俠跟火槍火炮的戰術 就偏為多的 他的戰毛兵稍微弱了一點 沒有三級射也沒有三級的工兵鎧鎧 所以通常打對方的工兵的話 還是要靠遊俠或是火炮去處理會比較好一點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孟加拉人 孟加拉人最大的特色是每升一個時代史 城鎮中心都會產生兩個額外的村民出來 所以孟加拉人往往村民都是會在處於領先的狀態 那到了城堡時代蓋下了五個城鎮中心呢 帝王時代馬上就會噴出十隻村民 所以孟加拉人後期補村民是非常快速的 那孟加拉人除此之外呢 他的老頭這個就是僧侶自帶雙防三點 所以他的坦度呢 通常垃圾兵不太容易打倒這個老頭 那孟加拉人的僧侶也算是科技算全開的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後期的孟加拉人呢 主要是打這個相公跟大象為主 還有這個洛馬 那相公的部分呢 主要是有這個抗招相能力之外 還有這個額外傷害的減免也是蠻多的 那這個效果呢是他的大象也能吃得到的 而且他只要點下派科技之後 大象的攻擊速度也會增加20% 不管是大象或相公也可以增加20%的攻速 派科技呢也可以讓孟加拉人的戰車增加20% 那在這次的改版裡 孟加拉人的戰車有稍微改動了一點 他的遠防稍微變坦了一些 而且他的戰車近戰模式 有這個20%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他的打法呢 會比較好打一些大量撲兵的狀況 或是大量吃一吃的情況 但是我是個人認為 這個孟加拉人的主要戰力 還是在於弓箭路線 這個近戰有20%擴散傷害的效果 其實要拿來當主力還是蠻吃情況的 比較萬用的情況還是打馬光會比較好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 地圖跟配置 這邊看到地圖配置還不錯 但是金礦在前方有點尷尬 一個負的 主金也在前方 那孟加拉人的配置打法 是跟一般的文明打法差不多 比較有差別的是 是身封建時代之後 多那兩吋的配置要補哪裡 會比較重要一點 通常也是配到八戶九幕 然後那兩隻村民出來馬上就去灑農田 這是比較常見看到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補黃金 去打一個快速的攻兵壓制之類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孟加拉人 這邊是沒有下模仿 可是決定下採礦營地 有要下採礦營地 才可以升級到下一個時代 那我先看到藍方是天空熊 天空熊是台灣職業選手 那這位Mine是越南的高手 應該是越南人吧 沒記錯的話 好那 法蘭克這邊是補了一個軍營 那孟加拉人這裡還沒有補軍營 這邊軍沒有先補 先補了一個房子 好金礦挖了十塊錢 看起來也不是要出棒棒斬裝甲 或是要轉攻兵的樣子 好趕快拉一村過來幫忙解一下 想要砍掉軍營 應該是太肯 軍剛敲蠻久的 好這邊天空熊阻止對手 敲軍營阻止了一下 好那天空熊這裡馬就已經蓋好了 射電場補了 OK槍兵趕快按 那天空熊這邊也是有按槍兵 槍兵走過來看到對手 欸果然是槍兵 然後射電場應該會先補一個工兵 或是毛兵 好紅兵先按了一隻 那為什麼還不知道黃金還要說 或是毛兵 因為有一些玩家們 他們可能會先按毛兵 然後先去點一集射 馬上補兵工場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看起來是要直接補黃金兵 這個工兵出來 這個算是比較細微的部分 但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好但兵工場沒有先補 先補的東西是大量農田 這樣也比較好 好升級上去出來的村民 果然是先補農田 這邊村民挖木頭 也是正常的九刀石木 石木是有點多了 但他這邊應該是有想到 這個孟加拉人的經濟來說 馬上多那兩吋 會讓自己的木頭有點過多 村民過多 然後木頭多一點的話 那鐵島撒這個農田也是OK的 好孟加拉人在後面補了一個馬就 待會要轉馬也是OK 好那黃金暫時是斷了 這裡是補大量農田 然後轉戰毛兵 這個毛兵跟肉馬 空間開戰應該就是小打小呢 你弄我一下我也弄你一下 好但這邊毛兵數量有點少喔 現在天空熊 這邊的毛兵數量是夠多的 給對方壓力是非常大的 好槍兵上去先戳掉 毛兵回頭要先打槍兵 OK槍兵還有一隻殘血收掉 剩下兩隻槍兵再收掉一隻 哇回頭被戳死了一隻馬 但還可以接受 好那對手孟加拉人 這邊是想要爭取時間喔 這邊要趕快挖到50黃金 然後去點一擊射 這個時間就差不多該補了 好一擊射補一下 待會再補一下肉馬跟 毛兵 好家裡補毛兵 然後肉馬出去 砍天空熊的村民 砍到了一隻 天空熊這邊前壓 但是家裡BBQ 那裡用毛兵防守 打得非常好 這個房子依舊打不進去 肉馬逼退了回去 家裡有補了一隻槍兵 喔兩隻 我直接去吃 但被抓掉了一村 兩兵都是被收掉了一村 但是孟加拉人喔 還是有這個兩村的優勢 好這邊護打看起來 天空熊是稍微被包夾掉了 肉馬回救 剩下毛兵護打 也被肉馬給圍 圍攻給收掉了 看起來天空熊這邊肉馬是出了點問題 肉馬剛剛應該可以直接逃掉 直接捨棄一下毛兵喔 這樣直接送掉 天空熊這裡會稍微微險一點點 但還行喔 對方的孟加拉的毛兵 也是被打得差不多 但對方的毛兵不是問題喔 是這個肉馬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孟加拉人的這個肉馬呢 打這個毛兵死喔 會加兩點的傷害 所以天空熊剛剛那一波 很容易就會被直接肉馬給包夾掉 那如果肉馬先死光的話 這個完全就打不贏了 好天空熊這邊是補下了一個 馬就 然後待會要送馬就出騎士 那這邊可能會下一個 TC 然後再補一個修道院 OK 這裡補一個修道院 TC沒有先補 TC可以考慮補這個位置喔 挖石頭啊 或是放這個位置 把這裡挖穿可以去後面挖黃金 畢竟天空熊這邊房子是有看到的 後面是有黃金可以挖的 好 但天空熊這邊騎士出去的地方 是打前方的槍兵 槍兵直接被收掉了四隻 想要出騎士給對手壓力 好 家裡修道院 存在東西旁邊補了兩個 待會要來出這個老猴 開始壓制騎士 好 天空熊也補下了輪軸技術 3TC補下 1個補在前線 1個補在後方 OK 本來補在這個位置 好 後方有補一個城鎮中心 落馬部分提升上去 好 看到落馬 這邊就是要來反噬老頭了 OK 點了兩隻老頭 馬上補下了神聖思想 他的算是挺保守的 1秒按到3到4隻才去補這個神聖思想 好 看一下這邊落馬秀能秀到嗎 但是對手反應太快 3隻落馬可能會被招翔掉 好 選擇放棄 而且對方4隻槍兵也升級了重裝長槍兵 這邊騎士數量總共大約有5隻 5隻槍兵跟5隻騎士 好 勝率開始在撿生物了 好 那TC方面呢 是孟加拉人 這邊比較晚開 這個第三個城鎮中心 不在的前線 算是蠻大膽的 畢竟這邊都偏向於高地 天空熊只要在這邊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就可以輕鬆拆掉這個 城鎮中心了 好 這邊落馬 直接集火攻擊 哇 但是第二隻老頭沒有辦法打得掉 好 這個直接往前收掉這隻 三刀 一隻老頭 其實有雙三防還是三刀 OK 這隻老頭扶得下來 槍兵 後來要扛嗎 直接硬扛 招翔前方的重裝長槍兵 OK 先處理掉老頭 但老頭還是有招翔到一隻騎士 後方落馬擠殺掉了天空熊的一隻聖旅 兩個隻聖旅都被一刀 一人一刀就收掉了 最近天空熊沒有點神聖思想 老頭只有30滴血 輕血兵兩刀就能搞定 目前看到是3TC開農 63村對63村 兩邊經濟是差不多的感覺 好 但天空熊這邊有個比較危險的問題 他沒有點二級伐木 所以這個部分不知道會不會變成伏筆 所以二級法布沒有點的話會差很多 這個經濟 老馬也被收掉 但天空熊也沒有前壓一個工程七字造所在這裡 目前是有可能是怕對方轉這個救贖思想 或者是自己想要先存點錢 想要先抱一下騎士 然後先把這個木頭穩定 灑農田 待會要直接抱一大堆騎士A過去 好 這邊肉馬又賺到了一隻老頭 最好一隻一刀 兩刀 三刀 再賺一百姬 天空熊也被抓掉了一隻老頭 老頭這邊再上去 也被騎士收掉 但是被招翔掉了一隻騎士 那目前正面來看天空熊的陣力 這邊是打不贏木加拉人的 後面這隻老頭也是被擊倒 前面放槍兵護戳 但是這邊是斗力戳重裝 看你這邊天空熊有高地優勢 好 那目前看起來是正面打不贏的關係 所以天空熊沒有打算要補這個工程七字造所 但這裡木材有夠多啊 經濟有夠好 但天空熊農田現在灑的還是稍微慢了一些 其實這邊可以趕快補到40片田 對 再趕快灑這個魔法 趕快農 木頭有點爆亮 好 補下五個馬就 好 中午有補下二級伐木 中午注意到了這個細節 好 那對手這邊是繼續槍兵配肉馬 還有老頭的一個策略防守 只要他們遇到對方的投實測都還能解決 那遇到投實測的話 孟加拉人只要點下475救贖思想 也可以做應對 所以以防守上來說的話 孟加拉人這一套防守方式 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結果證明想要蓋寶 但是蓋不起來 老頭又在著想又遭到了一隻騎士 還好是遭到殘血的 好 最近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好 後方龍田來到35片田 但這邊可以把伐木場滴掉 對 趕快灑 對 趕快灑龍田 細節方面天空熊也是有注意的 前線部分對手是先蓋一根寶 這個寶讓對手先蓋下去 就會很傷囉 因為天空熊的附近在這裡 而且就算升到帝王時代 天空熊也會因為被高打低喔 而讓自己的城堡產生劣勢喔 所以... 尷尬沒有直接果斷壓寶 壓在這個位置 就有點小小的尷尬 好 天空熊把自己經濟拉起來之後 才開始爆騎士 第四個城鎮中心也沒有補下 好 對方槍兵有夠多喔 哇 果然被挖黃金了 對手的金礦挖起來總是特別香 好 開始往後繞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 哇 孟加拉倫的農田喔 也是灑得蠻多的 來到40片田 到這麼多農田 也不確定他後期是要打什麼的 41片田其實是可以打相公的這個肉量 好 這邊過來戳一下 好 天空熊在後方 也是稍微砍掉了一些村民 他也在亂 正前方城堡也在互射 左邊的部分 一定要繼續入侵進去 但天空熊這邊 馬包已經擊殺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殺敵士物一直在慢慢往上上升當中 哇 天空熊這波鬧得很好喔 擊殺數來到了20村民 下方的槍兵繼續溜走 上方村民還在被砍 但對手的收村也收得不錯 就把這個殘血先收進去 好 最後被槍兵給解掉了 呃 孟加拉倫這邊木頭 如果大夥要打戰車的話 木頭要再多配一點 這邊木頭配的有點少 剛剛農田配的很多 以為他是要打這個相公 那如果是要打戰車的話 木頭就要配多一點 好 地龍塞在這裡補下 天空熊補下了二級馬卡 喔 這根寶插下去非常舒服 控到主金 還可以控到兩塊金 這個金跟城鎮中心也可以 哇 扣了兩個城鎮中心跟兩個金礦 天空熊這邊一個鬼插寶 不錯 但是這裡插寶 轉出了指輔兵 就意味著自己上帝龍時代相當的困難 大量的槍兵跟戰車過來防守 但城寶依舊還是被蓋了起來 天空熊表示你偷我的金 我也偷你的金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是要按這個沖車 先拆掉這附近的建築物 再讓這個環境也好挖一點 或是趕快把這個城寶依舊給堵掉 好 升到地龍時代 孟家人直接把這個村民給補了起來 總共補了8村 村民樹回到102村 但村民樹依舊是落後於天空熊15村左右的 但地龍時代的天空熊才剛補下而已 賣了大概快要3分鐘喔 好 天空熊2分鐘城寶地龍時代 這邊還要等一下 這邊還要等一下 知乎兵也空到了後面的附近 天空熊這邊細節都有做得很好 好 右邊這邊是展出了更多的槍兵 右邊這根堡可能要守不住了 但對手對於這塊基因被控還是挺在意的 並沒有無視了 馬上先拆後方 而不是拆前方天空熊的城堡 這根堡也是讓天空熊 這局到了非常多的時間了 好 左邊拉了非常多村民 想要去荒野州找礦蛙 找個石頭或黃金 但他並不知道黃金跟石頭 坐在後面而已 難道其實不是要找礦蛙嗎 而是要去偷蓋寶 但天空熊現在光修自己城堡 就花很多石頭了 這裡要偷蓋寶也是相當不容易 轉了兩台衝車繼續頂掉 先頂掉下方的城鎮中心 好 現在孟加拉人斷金了喔 黃金完全歸零 前面這根寶蓋到一半沒有繼續蓋 但是這次配了一些槍兵過來防守 上方遊戲漏馬開始繞 終於看到石頭找到了野石 這個野石已經在天空熊旁邊而已 卻沒有注意到 尷尬了 這裡再抓個一村 有機會嗎 沒有 戰車直接收掉 英雄熊補下了非常多的漏馬 這裡還沒有打算要補遊俠 漏馬沒有打算要停 好 巨型頭11中拆掉了後方的城堡 這裡的村民可能會變得有點威脅 大量槍兵過來直接戳掉這些村民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現在要回到 問題回到停火球身上了 那現在該怎麼打 打遊俠嗎 打遊俠的話 對方槍兵這麼多 是個好事嗎 還是我們先鬼轉火槍 先來用火槍 不要對方戰車 跟這個重裝長槍兵 好 再鬼轉遊俠如何 先用弱馬頂著 好 怕誰先補了 還有一分半 那對方打戰車的話 天空熊也可以出戰毛兵去打 但我們剛剛開頭有講到 那個法蘭克人的戰毛兵 打起來就是偏弱的 沒有三級工兵台甲 也沒有三級的工兵射程 好 結果右邊的法木工被抓包 這邊城堡能夠守下來嗎 孟加拉人這根寶 如果能守下來的話 非常賺 因為這裡是天空熊出兵點 有一些兵力都是從這邊出來的 好 火槍還有大約十秒鐘 先來利用肉馬衝到孟加拉人的家裡 開始亂鬧想要爭取一些時間 正面使用肉馬往前尻 尻掉了一台巨頭 不錯 家裡的巨頭還在輸出 但是槍斃已經抽到持人中心這裡 持人中心只能稍微反擊回去槍斃的部分 後面三台巨型頭司機架起來 要先拆天空熊的巨頭嗎 還是要變戰車模式 近戰上前開砍 好 果然直接變近戰了 拿起刀要來爆砍一波 這一波爆砍 稍微有點難扛 因為後面的城堡傷很高 但最後拉了更多戰車過來 臭命直接應修 能夠修起來嗎 這一波好像修起來了 天空熊打得很極限 對方城堡還差一發就可以收掉 欸 結果 這個巨頭 然後再打對方巨頭 先先先補個一發如何 好緊張好緊張 肉馬到後方 先打後方老頭 老頭第一時間被肉馬集火掉 但是肉馬也是損失全部 城堡中心 後方的長槍兵 還有沒有辦法解決掉 後方轉出大量火槍去處理一下 好 上方挖實況村民也被抓包 天空熊村民是下降了一些 剛剛在家裡鬧的大肉馬 也被槍兵給解決掉了 現在壓力回到了天空熊身上 那現在轉出火槍的話 也有可能會被戰車給壓制住 因為戰車的工兵型態 好厲害喔 射這個火槍是非常快速的 哇 反正火槍兵擋不住啊 好 那這邊戰車就要靠 大肉馬 喔 不是 本來沒有大肉馬 要靠遊俠 這個夠坦的單位 才能坦得住了 但他現在附近被控制的關係 是不是有點疑慮 到底要不要轉遊俠 而且自己的野精也沒看到 這個野精要是有看到的話 可能會差很多 好 火箱這邊要轉成助手模式了 要按D鍵 不然這個火箱一直會被吸引出去 有點尷尬 這根寶只有224滴血 一台巨頭一發 就能搞定了 卻現在拿不下來 反正是自己的城鎮中心有點危險 右邊挖石頭的村民也被壓了回去 孟家人也補下了化學 三級色還沒有升 精銳也沒有升上去 好 換邊肉馬 沒有抓到石礦 反正是直接去補了這邊 看起來天光熊有點危險 川民術開始往下掉了 這些戰車想用火炮解嗎 好 右前方用了一些肉馬 過去衝鋒 但是這邊槍兵雖然很多 對手槍兵一直在保護著自己的村民 目前 孟家人的村民術只剩下88村 黃金支援全部都快要歸零 沒有支援是滿200的 天光熊贏的幾乎非常高 戰車BUFF 這一次有機會提高勝率嗎 後方的黃金礦 天光熊還是沒有看到 火槍這邊高打低 射掉了一些戰車 好 點下了金冠技術 騎士精神 無奇馬爆 法蘭克的馬爆雖然不是很強 這個洛馬爆 因為他只有輕騎兵 沒有這個宣揚力輕騎兵 其實差滿多的 那如果再配上 法蘭克的騎士精神 永無止盡的把洛馬往敵方送 給對方壓力還是非常大的 天光熊這邊村民術有繼續補 並沒有怠慢補村民的問題 這裡火槍沒有想要回舊的意思 反正是把火槍往前 想要直接包掉這一坨巨型頭司機 這一波很關鍵 要是能收得掉的話 天光熊就會直接獲勝喔 這是孟加拉人最後的進攻方法 OK 收掉 下方的火炮趕快拆 但是這邊被逼到了 這裡沒有控好火炮直接 太痛苦了 天空熊火炮送光了 完蛋 剛才想說你解決掉對方巨頭 那現在就換你工程了 結果直接把火炮無前送光 啊 真的太無前了天空熊 你真的是太無前了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在打的時候 偶爾會出現這種失誤是正常的 但對手這裡有點奇怪 這塊金一直沒有太多人去挖 大理的主金還在慢慢挖 黃金雖然有在挖 但村民術依舊不夠 槍兵依然有在出 但天空熊這一波後面 被抓掉非常多的村民喔 這裡的槍兵跟弱馬 抓掉天空熊非常多的村民的數量 農田有有一部分喔 都沒有人在種田 好火炮稍微反擊一下 戰車的部分 戰車這邊集火 集火肉馬非常的痛 但他這個戰車精銳一直沒有 資源可以點上去有點尷尬 好這邊壓制天空熊下方的城鎮中心 好這邊壓制天空熊下方的城鎮中心 左邊的城堡 可以守住這邊礦區喔 稍微守下 但是沒有辦法實質守住 當然可以讓村民喔 隨時可以收到城堡裡面 好右邊雖然被壓制住了 但下方還是有一些空地的 可以繼續撒農田 而且這裡好快墓區 還不錯 再繼續夾住 一面還是很高的 但對手的黃金喔 還沒有挖竿 所以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哇 戰車直接開過來嗎 火槍守在城鎮中心 好這一波集火 收掉了槍兵 哇這個騎士精神佩洛馬 火槍打孟加拉人 看起來打起來還是有點吃力 好孟加拉人 終於擠出了600黃金 300肉 點下了疾病的升級 直接被空田 完蛋 這一波 沒有轉戰毛 好像出了大事 法蘭克人這邊其實只要轉出大量戰毛 A過去就可以玩事的東西 但天空熊可能顧慮到 法蘭克的戰毛兵實在是太廢 廢到他連出都不想出 想用肉馬加黃金兵 好但這一波 火箱有點危險喔 戰車鑰匙上來 OK 轉攻命模式射光 天空熊的阻力就沒了 哇 這些田直接被空住 好難受 再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洛馬直接貼到了槍兵身上 哇 但沒有關係 他最不缺的就是肉嗎 欸不對啊 這些田要趕快拿回來 才會真的不缺肉 他看起來現在是缺肉的 天空熊這裡打的有點危險 但是巨型投石機還是順利收掉了一台 第二台也收掉 哇還行欸 天空熊 欸不對這個是 天空熊的巨型投石機欸 剛剛孟加阿倫喔 居然變成戰車模式 靜態形態 直接收光了 這裡開甩槍 剛剛射掉了一些戰車數量 我沒想到這場打這麼久 肉馬配火槍 就能搞定孟加拉人嗎 這你敢信 不用重裝騎士 也不用遊俠 就靠肉馬配火槍 好被戳爛了 對方家裡 騎兵數量還是有點多 但目前人口來說還是天空熊弱勢喔 對方的槍兵家裡很多 人口已經200人口 前方這塊天空熊的附近 也是沒有機會挖回去 拆到這根堡 可以把火箱開始往前推了 好 對方這邊槍兵也是到處亂鬧 這邊有收村 還行 下方有大量戰車人 直接入侵進來 家裡補了一個城堡 想要守住農田 好 對手終點下了派科技 讓自己的戰車 攻速提高20% 好 安嫌戰士補下了 遠方提升上去 來到了1加4 好 好 這邊1加6 遠方7了 天生的1防 再加上6防 7點遠防 還算不錯 這次的buff 算是小小有感 但是對法蘭克來說 應該是沒差了 這邊法蘭克這裡沒出弓兵 這邊包起來 洛馬包起來有機會嗎 現在有派科技 打的速度很快 這裡沒有打算要切近戰反打回去 因為近戰傷還沒提升 火槍注意射 射掉了一隻戰車 好 洛馬繼續騷擾後方 熊熊這邊直接被壓到農田 大量農田直接失業 只剩下56片田 後方的火箱繼續輸出 但是主力誇沒有了 熊熊直接把火箱收到成東西裡面 再放出來 讓這個火箱有個儀位的作用 那這邊一位看起來 還是要被戰車給收光了 戰車的攻擊速度還是比較快 打出了GG 哇 戰車在這次改版 多多少少還是增強一些傷害 但主力 果然還是這個馬攻型態 近戰型態的戰車 還是偏情況用 像天火熊這種情況 肉馬 配上這個火槍 其實只要一直用這個馬攻路線 一直射 然後再配上這個槍兵 問題就不太大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天火熊拿到了 86的經濟資源勝利 整整贏了快要9000資源 但卻輸了比賽 這有點尷尬 那前方的KD 也是輸了一點點 要是天火熊 如果D跟寶 能在這邊插起來的話 可能幾乎會大大不同 但那邊要插寶的時候 對方的槍兵實在太多 而天火熊只有肉馬 確實是沒有辦法 探痕回去的 這是比較麻煩的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